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一栋大楼 就用大楼的外围没有任何的护栏 没多久我听见小孩的笑声 就直直摔下楼 然后呢 然后我就醒了 醒来以后呢 就来你的房间 坐在这里看你睡觉 你怎么不问我 坐到什么时候啊 那个确实的同学就坐在我后面 我确认你还是离我远一点比较好 他的眼神跟以前都不一样 好像生病 你再说一次 你是不是来犯给我东西 我没有 那为什么我外皮纯着不见呢 他们在外面干嘛 才能够见识我 看你吓成这个样子 我怎么说变成是你的乐梦啊 好了别赖床了 十五分钟后我送你上学 妈妈 你要好好保重